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一个现在的热点话题 就是说年轻人是否该坚守北上广 因为这个事里头说的话是什么 有些年轻人就说了 有的是叫做逃离北上广 还有的话后来又写过一个什么叫做逃回北上广 你不要觉得的话逃离逃回什么什么的 其实这个事好多逃离的甚至还带着不少财富 你就这么讲 如果你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 早期的时候后来房子涨了 北京可能你看在北京待着还有越贡不少 北京的房子一卖你到你的下边的话 不但可以买套房 还有不少多余的存款 在这就立刻就阶层越深了 但是也有好多去的 他容不到当地的社会去 他容不到当地的社会去的 他就基本上他没法生存 最后还跑回了北上广 所以这个事就是到底年轻人做什么样的选择 像你好多人问我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是说了 所有的观点的时候 你不要一刀切 要看决定这个事的主要因素内因什么的在哪 你要明白什么呢 你像这个内因是什么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 你要看你这个社会啊 你能不能进入到这个社会 不管是你在哪 最终决定的是什么 你在社会当中的位置 我们就这么说 是吧 这个你这位置是否能承认到 而这个是否能争取到合适的位置呢 我们再说一句话 北上广和你的家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既然你在外在看啊 你可能比方说工资 旁说住房价格 对吧 只要你工资和住房价格两个是挂钩的 你这边工资高 那边住房就高 你这边工资高 那边开销就高 既然两个是挂钩的 它真正两个不同的是什么 现在北上广这种特大型城市 它都是一个生人社会 而你的家乡是熟人社会 或者说你不是回家乡 回到其他的小城市 也是熟人社会 这才是差别 就是你在北上广的时候 你会发现老北京很少 就算是老北京啊 因为这个北京太大了 能把这个方方面面 到处都有熟人的人 在这里头的 不说没有 起码是小比例 对吧 但是你到了地方呢 这个时候人都是大比例 而且这个比例啊 有的地方的这个比例极高啊 尤其是在中部这些平原的省份 因为你要像那个江浙就好一点 江浙的那个山区 它隔了一道山以后呢 它可能说话都不一样了 对吧 它一道山 一道山沟 一道山谷 它一个文化 你看那个浙江啊 福建啊甚至广东一些地方啊 它都是这样 广东地方里头它有点区别啊 你这个大平原上 全是熟人 你要那个地方的话 有可能还有几个派 全是熟人的时候啊 特讲乡土 就是你呢 外头人到这里头来啊 你只要没有熟人 都是伤人的话 和它是熟人的话 那就是双重标准 而且呢 是不是老乡 是不是熟人 这个双重标准呢 你看在中部这些省份呢 特别厉害 它特别厉害的时候啊 就是什么概念 就像在跟这个巴以一样 那个某些族群 你特别排斥 其他的族群的时候 特别保护自己的时候 那别人都会很恨你 都会说你 也排斥你 所以这个 有些时候说地狱黑嘛 在地狱黑里头 它有背景的 所以这个熟人社会 和生人社会完全不一样 你到了大城市 就基本上都是生人 你到那里想说 基本上全是熟人 都是熟人打交道 你呀是来的是一个生人 基本上在这里头啊 你要付出的代价 可能呢 你在比这个北上广 这个生人社会还要大 然后呢 你要来这些地方 你是一个 本身就是个熟人 那么就看什么 看你这个家族 在这个地方的位置 这个家族在这个地方 很牛逼 很厉害 对吧 你回去了以后呢 又有这个 大城市工作的经验 又见过世面 混得如鱼得水的 人很多啊 我也知道啊 那个有些小孩的话 在北京的话呢 就是一个 程序软 软件狗 他回去了以后呢 人家到乡里 什么什么的 人家到乡里 当干部去了 对吧 人家的话呢 当初呢 他很反他爸 跑出来了 他爸其实是 当地县里的财政局局长 你想 那全大的 狠的 他爸管养猪 给各种养猪 补贴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爸就让他学兽医 他不想学 他需要学IT 对吧 他不学兽医 最后呢 程序员苦哈哈的 回去了那时候呢 家里早就准备好了 乡亲呢 找了个教育局局长的女儿 然后接着到乡里 镇里 就当干部去了 回来以后一见呢 感觉都不一样 这就是熟人 逃离了北上广 那我们都认得的 对吧 你得看 家族在那地方怎么样 你回去 你家族在那地方没有基础的 你就很惨了 你家族的话 你要是这个农村的话 普通的 你就靠高考考的好的 考上来了的 你要回去的话呢 谁都不理你 你根本抓不着 没有任何的生人的机会 就生人不给你机会 而且你生人 你带着资源 带着钱 说想回乡 创个业 干个什么的 当地啊 给你吃喝拿药 卡你油的方式多得很 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就逃回来了 所以这个事啊 生人社会 他这样呢 他好多时候是什么 他就必须要你讲规则 你熟人社会 是讲人情的 所以好多时候 你要说推行这个 什么法治 法治 法治是什么呢 很多人喜欢 喜欢那个法治的讲规则 他说人治 人治就讲人情 但是再怎么着 法治 这个法是人执行的 对吧 你像那个 现在呢 中国都不太讲回避了 你像那个清朝的时候 你的本地人 不能到本地人当官 而且在本地人娶老婆 儿女结庆家 都是受限制的 现在有吗 现在是 这个比那时候宽松多了 你这个怎么样子 当官的 起码你在这儿 儿女在当地 谈个恋爱 不会有问题 是这样的状态啊 所以把这个几个状态的话呢 看一下 就是说你回去 你有多少空间 你这边有多少空间 和你的呢 人的圈子 特别 另外的话呢 和你的行业 也很有关系 对吧 我们说这个 生人圈子 熟人圈子 熟人圈子 实际上的话呢 你这个 熟人圈子 很多时候是在这个 行业里头 对吧 你那回去了以后 好多时候啊 他不是说在北京 他离开北京以后 他实际上是 又不是回老家的 他一般来说 他不换行 这是在这个行业里头 知道吧 他的行业里头的人脉 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的话呢 一般来说啊 北京的话呢 是这个行业的最顶端 全国各地 同行呢 都来 在同行里头 也相对比较深 你要真要下去了以后啊 同行呢 说是要同行 实际上呢 就是几个老板 你跟对了 是不错的 跟错了 死得定定的 基本上是 这么样一个状态 所以啊 你到底是否坚守啊 他确实比较难判断 他是要做出一个 很大的抉择的 然后但是还有一个 变数 对于年轻人来讲 这个变数是什么 他就是你结婚 你找什么人 你想 为什么现在你说了 萧山女婿那么热呀 你这个男孩的话呢 你说房子压力大 你找一个有房子 有户口的老婆 那北上广的 那就另外回事了 你说这个女孩 什么什么压力大 现在基本上 好多是什么 这个女孩 人家说了 在这地方呆住 有时候说就一张车票 为什么 你只要你的那个 婚恋价值比较高啊 年轻漂亮什么的 你这个找一个 合适的本地人结婚了 也就呆住了 结婚了以后 那个什么什么的 那他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变化了 而且就因为你看外头的 有很多女孩 嫁到这些北上广核心城市来 那北上广的这些核心城市 这些女孩 他不是也一夫一妻吗 他说他找对象也很困难 他也必须要找一些外地的男孩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这个婚姻状况也怎么交 其实好多事这个决定啊 人家就讲嘛 那个先成家后利劣也很重要 就是说你在哪儿待着 对于年轻人的话呢 你想找对象也很重要 找对象的时候啊 生人社会 熟人社会可不一样 生人社会的时候 你还能碰点爱情 讲点浪漫 熟人社会可是现实的不得了 知道吧 那把你家族的什么事 都要颠得清清楚楚的 熟人中间呢 一方面你找对象的安全一点 不会说啊 有这些什么婚托婚片 骗财礼 这些那些 什么那个到底是 是什么渣男渣女 也可以知道 都得收敛着点 这是熟人社会的好处 但熟人社会的坏处就是什么 你在熟人社会里头啊 你好多事的话呢 你得注意 也有好多影响 好多时候不容易 你也得担着 你就那时候啊 不要想那么多爱情 想更多的现实 它就会超现实 都是对价 都是两个家族的利益 好多这种状态呢 好多现在年轻人也不接受 所以你想看看 你接受什么 然后再看看你的婚恋价值有多少 然后呢 你再再看看呢 你的学历价值有多少 因为生人社会很多时候要看你学历的硬件的 熟人社会不看啊 熟人社会一说 这事本科就行了 它不管你什么本科 生人社会一说 这个本科 它不是说本硕博 它是要先看看你是否是名校 知道吧 有时候名校第一学历的本科比博士都好使 对吧 那是生人社会啊 所以你这样去选择 到底是生人 是熟人 看你自身条件 你看什么的时候 你这是能不能融到这个圈子里来 而且啊 还给大家说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永远是什么 是圈子找人 不是人找圈子 就是你想进入这个圈子 你达不到门槛的时候 人家根本不认你 相反呢 你如果是很能干的话 圈子自动会找你的 知道吧 这个每个人呢 都想往上一层的圈子去努力 但是呢 他一般来说 你很难进入 同时呢 下一层圈子又在找你 所以你要看看 你这个什么圈子能合适 而且有这些时候啊 你真回了老家的时候呢 下边一层圈子的时候 你的负担也很重大 尤其你北京挣了钱 带了钱 卖了房 回去 有钱的时候 各种人 各种亲情都来找你借钱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个圈子的负担啊 不是说在下边的 那么舒服 所以要多方面的去看 最根本的 我认为啊 你还是认清楚 你在生人圈子里有机会 还是在熟人圈子里有机会 而不是说呢 以这个北上广的地利来看人 而是以圈子来看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